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什么问题吗 精神心理科呢 除了对外运营 对本院的医生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我想或许有一天 你会需要这项服务 所以 所以我想提前跟你说一声抱歉 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我可能没有办法亲自为你咨询了 为什么 因为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之间 是不能产生任何情感关系的 而我确定 我们即将进入情感关系 李医生 我们从见面到现在都不超过三十分钟 我非常确定 我们不会进入情感关系 可是 我认识你不止三十分钟啊 在见到你之前 我在医院系统里筛选了所有 单身男医生的个人资料 无论适从身高体重 血糖 血脂 血压 对了 还有这份SCR90心理健康自测表 以及学历履历个人经历 你所有数值的位列前三 而且刚刚看到你的时候 我的脉搏 加快跳动了二十七下 所以我非常确信 你就是和我完美匹配的 高质量男性 李医生 我觉得真正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 是你 应该是个医生 她义无反顾的 就死不上 有的时候有点凶 苏维安 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 你擅自施救 我一定会配合警察 将你绳治医法 不过那也是因为 他对医学的精益囚禁 私底下又像个小朋友一样 经常准备一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那 物归原主 以后 可别再弄丢了 明明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但是吃起醋来 却又变得像另一个人 使余医生给你做的手术 你怎么感激使余医生呢 我答应 帮她翻译两篇文献 这锦琪 是不是 只有我有 有的时候很想对她生气 但是一看到她那张帅脸 却又气不起来了 我想 想跟她看星星 看月亮 猎虎座 天龙座 猎虎座 双子座 那 羽夫座 看遍这个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东西 他一届 他一届 走了 他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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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他要去哪儿 小老板 想什么呢 忙你的事去 你不说我也知道 跟我咋 去哪儿啊 精神心理科啊 小老板 你有没有想过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一个人的消失 不是什么越好 而是巨好 一位领导航 前往嘉远小区 前方一百米左短 使路进西南南 小老板 老板 老跟我说 有个靠谱的学长 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 苏菲啊 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呢 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一个 来来来 回家 回家吃饭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 走吧走吧 好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难道一切是我的幻觉 一直是我在自作多情 了 没时间了 走了 快进去